就因为相亲对象喜欢玩密室逃脱 这个37岁还单身的硕士金屋男 直接将人给pass掉了 男嘉宾37岁 北京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 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负责合规监察的工作 被问到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单身 男嘉宾倒是挺诚实 一般这么说的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过分自谦 一类是对自己有精准定位 男嘉宾更偏向于后者 因为他对另一半的要求 不是一般的高 红娘给他安排的第一个相亲对象 名校毕业 曾在腾讯高级产品部担任过经理 现在自己出来创业 当知识博主 论学历背景 男嘉宾还算是满意 问题卡在了兴趣爱好上 年轻人都喜欢玩密室逃脱 看看脱口秀 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 男嘉宾却认为 这样的爱好不利于成长 但他这个兴趣爱好就是分两类嘛 从密室逃脱和兴趣比较像是这种 你事情消费类 他其实没有成长性 没办法 红娘一脸身无可恋 点开二号女嘉宾的资料 二号女嘉宾在性格简介栏写的是 小姐姐乘风破浪 却永保16岁少女心 红娘看了后直呼女嘉宾可爱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男嘉宾却没有接话 而是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应该不是特别年轻的东西 否则不会说永保16岁少女心 啊这 我寻思男嘉宾也即将奔四了 节目组要真找来一二十岁的小姑娘 那人家也不乐意啊 借用主持人的吐槽 这哥们是真挑剔啊 吐槽归吐槽 相亲还得继续 主持人继续介绍二号女嘉宾的职业履历 女嘉宾既是一名网络博主 日常分享美妆 美食日常 又是一名环球买家 同时还兼顾独立制片人的身份 不说这份履历有多炸裂 但看得出来 女嘉宾也还是比较优秀的 然而男嘉宾再一次提出异议了 不过聚焦啊 对自己的职业对话 或者说自己的职业发展 相亲嘛 就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 你审视我 我同样也可以审视你 这不二号女嘉宾甩出来的择偶标准 成功让男嘉宾哑口无言 灌在阳光内心柔暖 董藤熙爹戏大男生 荆棘海归硕国优先 有妇纪爱做饭会陪伴 大概了解了 嗯 怎么说呢 找另一半的确要谨慎 但拿着放大镜找人缺点的行为 实在不可取 这个男嘉宾非高智商女性不取 因为他坚信爹蠢蠢一个 娘蠢蠢一窝 因为我认为就是孩子的智商主要取决于母亲 我希望自己以后的孩子能够更聪明一点 男嘉宾33岁 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目前从事工业软件开发 对自己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现在 你说学历我肯定比较满意 然后其他的我也没有什么颜值焦虑 感情方面 男嘉宾比较传统 只谈过一个女朋友 一方面是忙于学业没时间 另一方面是对另一半有那么点硬性要求 比如女生的工作时间 得配合自己的约会时间 我希望她不要太忙 要不然的话你想约她 她又忙工作什么的 又比如女生的学历得跟自己匹配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 就学历背景好一点的话 就可能对 就是下一代会要好一点 嗯 这两点都不算很难理解 只不过男嘉宾想找高学历的女生 并不单纯出于门当户对的想法 而是觉得女性智商高 有利于后代的培养 而这要是将来孩子不够聪明 女生是不是就得背锅了 好在现场的女嘉宾们够警觉 比如这位毕业北大的小姐姐 第一时间就提出了异议 有一些说法会让我感觉 有点被触犯的那种感觉 比如呢 那个孩子的智商取决于母亲 不是智商取决于母亲 就是科学的吗 没有我特别精准的科学研究任务 虽然我仅使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我仅使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你这样的说法会让我觉得 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伴侣 还是找去培育你的下一代的另一半 且不说从来没有哪项科学研究证明 孩子的智商完全取决于母亲 哪怕将来真的有人出具了这样一份数据 那后天的培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与其说孩子智商取决于母亲 倒不如说某部分男性 想利用这个迂腐的说法 替自己逃脱掉育儿重担 当一个甩手掌柜 这个有过时段感情经历的霸总来相亲 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母胎solo型女生 对你觉得几段恋爱经历 你觉得 比如说他20岁 可能我觉得四段就多了 但是我他25岁 我觉得四段就多了 刚好 可能28岁 我觉得好了 霸总32岁 身高180家 手上有一家传媒公司 另外还经营着一家手工店 霸总自身外观条件很不错 找对象的眼光也相对较高 颜值是基本 其次是性格 感情经历上 一共谈过十段恋爱 谈过多少段恋爱 十段左右吧 十段左右吧 我觉得正常 平均下来一年一段 哇 还蛮酷的 只能这样说 在情场闯荡这么多年 霸总对未来另一半的感情经历 非常看重 倒不是嫌多 而是嫌少 第一位相亲对象 95年的萌妹子 有过两段四年恋情 霸总听后表示不太满意 担心女生在处理感情时不够成熟 恋爱经历太少了 你是喜欢恋爱经历多的还是少的 我觉得多一点 好一点吧 因为多一点的处理下来 可能更成熟一点 少的话 他可能遇到问题的话会 很显然 主持人很不赞同这个观点 但两人都无法说服彼此 你知道吗 其实一个人的承受与否 就看你有没有认真他好 那一段恋爱 而不是每一段 不停的问题 不停的发生 但是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的年龄不一样 他的处理方式肯定也不一样 总之 一号相亲对象就这么被派死了 轮到二号相亲对象登场 霸总坚持不懈 要看人恋爱经历 主持人终于抓狂了 但你觉得几段恋爱经历 你觉得 比如说他20岁 可能我觉得四段就多了 但是如果他25岁 我觉得四段就多了 这一次 霸总倒是没失望 二号相亲对象 谈过四段恋爱 而且人还当过几年练习生 侧面说明 颜值身材是很高的 算是很符合霸总的心理预期了 只不过 相亲就是一个互相打量的过程 轮到女生选择时 霸总同样也被审视了 霸总在录制的VCR中 介绍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观 但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总之 三位女生对他都不太感兴趣 可能跟你们竞争三号了 三位女生自动 心跟霸 他有点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的感觉 就感觉他会比较喜欢那种温柔 然后又滚心怪的女孩 最终霸总牵手失败 遗憾退场